其实后面RV要补双C的话 奥拉夫是一个可以越过RV 这前三哥们的阵地去切到后排的英雄 对 你前面再肉也不管肉 对不对 最主要是奥拉夫 你公告我嘛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奥拉夫这个英雄下前排也快 而RV在三选上的奥文 其实也算是拆了一下 好大亚索的英雄 后两班 WBG是先搬掉了卡莎以及EC RV是限制到了极格斯 也是看到了你前三选会有点菜刀队的意思 对 把一些能补AP的英雄摁掉 那飞机要不要同时一样的送上班位 确实上一把这个飞机的效果非常好 近期飞机的表现都不错 但是现在WBG其实还是有个问题 就是飞谁来补 对吧 跟上一把一模一样 目前来说 这前四手又是那种没什么联动 像各玩各的 但第一把还好 最主要是我觉得最差的情况拿个加利奥都还行 他们这个阵容毕竟有奥拉夫 有鳄鱼 就冲进去带加利奥进场 对 最后两手也要确定他们的双C 整套阵容的前排现在是足够了 是蛮扎实的 莉莉亚 那莉莉亚出来的话 我觉得其实微博这里选泰坦的空间也会有一些 这把就是泰坦加利奥 蒂莉亚加西维尔吧要不然西维尔看下来还挺搭这个板子的 又能开大让队伍好拉扯一些 补一下前四手手短的一个 选侠要打前期了 那微博其实最后一手我觉得突然还想到一个比较非常古典的组合 就是奥拉夫加洛 对吧 还真行 噢 露露嘛 那这个是真没想到啊 那这样的话就是无击飞阵容 全靠亚索自己玩 皇爷生长 这个有点僵硬了 总不能露露来个大闪 对吧 过去击飞一下 但该说不说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了洛这个英雄 上一把其实洛跟亚索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好 但如果说抛开跟亚索去搭配 如果是奥拉夫跟洛这两个英雄去做搭配的话 其实前期这个静野去是无敌的 这个也是大概两年前手游非常经典的一个组织 是 打那种静野提速 对 这把上来微博的阵容选得很暴力 特别是上中野 这个上中野的战斗力非常强 但是这把比起像上一把的PO3 其实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 我觉得这把他们也是有一点点不太能够打 没有特别多的魔法伤害的阵容 然后面对到对面其实前排是很扎实的 你只能靠奥拉夫去拆 对 这把奥拉夫他不适合说我越过前排 就攻后排 他应该配合队友一点点拆 打的那种推进的节奏 是的 蓝色方RV 红色方WBG 两队在目前的联赛里面可谓是水深火热的一个情况 而今天也终有一群队伍会拿到属于他们的冬季赛首相 让我们拭目以待 其实这把胜利对于两队来说 很关键啊 非常渴求的 这会真的是需要一场大场的胜利来稳定军心的 来止血的 现在难兄难弟也要互相撕破脸皮了 哈哈哈哈没办法了 嗯 来吧 让我们峡谷内线真章 嗯 BO3的第一小局 同时让我们关注一下两队一级的战线 WBG还是我们今天上场BO3线的比较多啊 就两个双人组来占中 啊 RV是选择直接换线换到上路来呢 对的是哀兵 我觉得亚索前几级的这个扛压其实还是能接受的 嗯 至少有封墙 特别是你对到射手这条路 对 亚索到3级之后那个封墙 其实对倒勾的限制也挺明显的 嗯 那这样的话 中路选择让欺然自己单挂 然后奶酪上来帮助哀兵的亚索 没问题 就是你单看中路这条对线 其实泽利打盖伦在有段时间内 我们这个对线见的也比较多 哎 当时很多队伍就会拿这个盖伦去扛中路射手的牙 是的 那这个上路的对线现在全靠这个鹿鹿啊 这亚索感觉前面没有任何的说法 RV选择慢推空线 亚索打这个组合是得等他到3 嗯 才能稍微好过一点 我印象里面上一场RV的比赛也是同样让小张选了一个铁男 然后去下路面对到鳄鱼 我记得那把是非常难受的 鳄鱼这个英雄还是现在属于在线上打铁男比较好打的英雄 那后续就可能有性命之忧了 嗯 拉回来接一技能打残 Cherry在旁边呢 这是不机会 3997 横冲赶紧拉开 闪线也捏得比较死 嗯 这里就是帮忙推了波线 感觉刚那个宝侠开出来只要是跟战斗有关的都会出事啊 是 这小张就直接放位置了 嗯 露露来踩一个沙蝎 但是露露加奥拉夫 虽然说打的没有那么的主动 但是你只要狂野战场套给奥拉夫之后 奥拉夫的战斗力还是非常强的 是这个野兽界的有段时间比较经典组合 就是以奥拉夫为核心 然后拿这种软斧去当个宝牌 那个时候还有露露剑胜 对的 就是这种 其实在游戏的中期是比较强调野区的入侵的 嗯 这波性是慢慢会往前推的 我觉得惊奇在这里也就是过多的想要去反蹲一下 嗯 而且小张晚上要到五楼 开起跑直接来 但是铁南也关不进奥拉夫啊 这波用了朱镇黄昏和急跑 小张换出了一个闪现 拉回来 小走位 好扭 开了一个盾之后再捶一下子 但是这波线 其实对于小张来说是有点危险的 因为如果说惊奇要杀个回马枪的话 那这波铁南就会有点难受 对 但是也不太敢耽误自己的发育时间 所以奥拉夫直接开刷 奥拉夫前面也是要那种稍微偏刷一点的吧 嗯 他不是那种很极致的节奏型 也不是那种很极致的野河 哎 哎 哎 这把其实莉莉娅刷到后面是要比奥拉夫强太多的 是的 莉莉娅这个英雄 呃 我是觉得后期是有点抗抗奥拉夫的 因为他移速太快 奥拉夫是追不太上 追不上 而且在这种长时间的拉续战当中 奥拉夫的大招会被拉脱掉 哎 不过这把让他能续大招的人还真挺多的 这前排的仨哥们啊 前排的哥们太硬了 这把前面就是主要对发育嘛 嗯 而且赛前那个板子也让我们看到了 WBG他们是更喜欢偏运营的 嗯 他们队内的一血爆发率并不高 本场的一血可能会在五分钟 关键资源刷新之后产生 但是这把对线对下来的话 蓝色方是几乎都是有一点小领先啊 泽利这把对线对的不错 其实他终终是给到了盖伦不错的压制的 哎 最主要是我们现在这个板子没有办法同步就是 换线的情况对吧 但是你要说对上位的来说每个位置都有领先 是或者说你从我们的游戏内容上看 就是献拳的把控也毕竟是一个长手嘛 握的还是比较死的 也是这个英雄前期跟打野的相性太差了 两个人加起来没有一个空 而且现在这个前期对线的经济有点看脸 就如果说你能开到一个宝霞 带点钱带个赏金对吧带个推塔 嗯 那你这个又会不一样 你看比如说现在 小炮塔一放 找个好角度 待会儿 感觉想来波大的呀 这个一直不放 五分钟到楼 炮台小龙同步刷新 而两队的重心都在往下半区的龙身上放 在河道中右的小艾口 WB机时卡了一下盖伦的位置 鳄鱼直接开大了 但是视野能看见 奥恩叫羊 羊撞起两个 但奥拉夫直接选择开大 来拆前排 Terry的位置很危险 Terry交闪现往后拉 小张进来的空间还可以 但是正面的话奥拉夫先被秒了 小张关进去那个997 里面做一个轮回绝境 但是既然在旁边 已经单切掉了对面的盖伦 小张再交闪现上来 想要逃跑 但是被吹风吹起来了 亚足再起狂蜂决心斩 那这样的话 第一波资源团 RV打得有点炸 是WBG的大获全胜 而且刚才的团战过程当中 伴随着泽力的三技能上降 之后完成了两个人头的进仗 叶兰瑶睡到了997 这样的话 看人头的分配吧 硬是给Cherry了 SMY应该也不会去抢这个头 留了一手叶兰瑶等到现在才放 最主要是刚刚那个正面团开起来 前面顶着一个奥拉夫 你好像没有那种太好的 释放大招的角度 但是上路的这个炮台 应该是没有办法去做争夺了 这样的话拿龙去换炮台 还行 看一下这个炮台是不是要直接放到上路 把所有的经济为给亚锁 这把的重心就是靠给爱兵 但是好像也没法过来分钱啊 就这样了 踩了个沙蟹走了 那第一轮的自然交换 以及团战的结局上看 莉莉亚有两个头的进仗 泽力是102的一个数据 其实两队比较关键的C位 都拿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嗯 有一个现眼 看一下你RV在这段时间的转现 或者说对线的站位是怎么样的 左边这个阵容只要莉莉亚拿到 拿到点头或者换到点资源就不推 其他位置其实都还好 因为这把铁男跟盖伦更多的承担比较偏工具的位置 一个负责观人一个负责当前排 对 风吹到简单的消耗一下 这两个英雄其实也不太可能会打到底 如果要打到底也是亚索 我就会出失误 会被铁男追着打 对 就是铁男看到好机会的直接关进去一打一 那亚索就打不过了 两队的打野都在 中路是一个短暂的3v3 但他们也不会想要去爆发团战 只是为了中线去做一下掩护给点压力 而后续惊奇的帅眼动向是被蓝方的假眼看的一清二楚 准备到下落 997开打 摇摇的不错 一套打完 YES还有一个上轨式板甲 高手过招 点到为止 但是现在其实我觉得对于微博来说 这阵容除了发育也没有更多的节奏 最主要就是来自他的辅助是个软辅 对 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最好的效果就是打中小四园团 露露在前中期先把大包给奥拉托 上路要来越马 但是有风墙 第一时间不太好睡叶兰瑶 反手SY又定了一下 再用风向延续去挡了这个风 这样的话剩下几个人过来之后 RV应该是要选择撤退了 风逆流投掷 奥恩叫羊 羊来羊往 撞起三人 但后续他们的目标是要退这个外塔 也没有响应打到底 是的 这我目标思路还是很明确的 而且真打起来的话 还不一定打得过 因为我们刚一直在提 WBG这个阵容 前期挺肌肉的 露露大给奥拉托上一挂 对 奥拉托的动力就有点高了 他们这个阵容最大的短板就在于 没什么开团 就是甚至觉得 可能唯一的开团是压锁吹到风之后 自己接个大 才能把这个团给开起来 对吧 或就是鳄鱼找一个比较好的绕后角度 然后去直接切对面C位 所以他们这个只能防守反击 前期可能跟前面几把都不会特别一样 就是会有那么多的节奏爆发 看下条小龙吧 下条小龙还有40秒的时间即将刷新 RV正好可以利用这个对面阵容的短板 让自己的阵容多发育 因为他们要打到后面的话 莉莉亚至少是10个人里面会最强的 把中线先送过去 RV可以先去龙坑附近排开视野 站下位置 但同样就是如果这把WBG发育到后期 会有一个比较无敌的择力 因为这把只要不被铁南限制到 后期做个水赢的话 莉莉亚也不太怕 铁南没那么好关到他 就除非闪现关 对 硬关嘛 这把泽力的输入空间还是挺安全的 RV排干净视野 WBG要慢慢去探了 谁去探 是奥拉夫去探 开启朱身的黄昏 鲁的大招并没有着急给 但是这样的拉扯的话 奥拉夫的大招直接没了会很亏啊 那这条小龙依旧不太好控 RVG的想法可能要慢慢选择放弃了 中路先来抢线 于此同时 RV的中野已经开始动这条龙了 那龙应该选择放了 但这条龙放的话 他们待会小龙的压力会非常大 第三条龙 WBG会来到一个不得不接的地步 而且这样看起来的话Cherry这把会刷得很肥啊 是 目前又是一个2-0的KDA 经济方面落后了4000 但是有两条小龙 而这把我们在刚才的游戏内容上也反复强调 这两队都是有一定后期保障的 RV力量 WBG 则利 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 慢慢的 两队的输出大棋 要交给这两位选手 两名英雄了 也需先所有的伤害灌到阿拉夫身上 阿拉夫被顶起来 大招直接开出来 而且盖伦大也斩过了 奥恩叫了个羊 羊的位置还可以啊 但是反手直接被封墙给没收 则利在自己的输出环境是不错的 但是这有两件套 伤害你会发现还是欠了一点点 对 而且我不得不说 这把感觉压走的封墙 好像效果还真挺好 对吧 他无论说去挡这个羊 还是去挡夜兰瑶 感觉都有点说法 就本身就是亚索这个封墙 就比较counter这两个技能吧 包括你像道高 也能counter一下 但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打到现在的话 奥拉夫慢慢有点没什么作用 中路要强行来法塔 奥拉夫开大 但减速没留到 要来硬留吗 开大硬砍 道高也拉了一下 但是后续伤害完全不够 SMY这里被硬撸了一整套 好像血量跟对面还差不多 但最终他自己也是付出了闪现 这个召唤技能代价 但对面也交过急跑 所以算是一换一 顶他 略略冲锋 给点压力 并且把边羊踩一下 铁男尝试性的一拉 并没有拉到鹿鹿 SMY有狂图 血量也能慢慢的回上来 对 要看第三条小龙了 这把 本场的大龙也刷新 目前防御塔的领先 是站在RV这一边的 他们可以利用视野 利用目前的经济领先 去压缩WBG的野区资源 而且SMY这把还做了个水银 其实我是觉得这把 好像没什么好解的 解封 可以 解咬 其他的也真没啥了 真没啥了 这阵容选出来 不得不导致微博 你看他每一波节奏 或者每一波反蹲 都有点强行 这会WBG 其实他们的思路是对的 就是野斧绑 去找这种小节奏 但是你从结果认上看 没找到一波 只要对面不上头 你就基本上打不起团来 你像刚刚小张这种 如果不跟你说打到底 你拿了一点办法没有 这样的分线 盖林把线先送过去的 其实下路线没人去处理 烧了会很可惜 这波近期用了个猪神黄昏 去抢到了河蟹 旁边吹风 打打控制抵消 SMY有叫羊的角度 他其实可以往泽利这个方向叫 液子要包过来了 奥恩的羊 感觉距离好像有点远 撞不到人了 他也没撞出来 先看盖伦这一展 直接秒掉了泽利 而后续 WBG想撤 不过在车里的爱兵势被流向下来 风吹吹的效果一般 而队友应该也没有想救的想法 招闪跟闪E技能 人头是给到了莉莉亚 好像没有太多的画面 最主要是这波叶子自己一个人 把欺然给单切了 双C的掉点 RV要直接动大龙了 SMY跟叶子卡在这个爱口 撞死三个 而997他的怒气是不错的 龙的血量已经见底 龙是由莉莉亚拿了下来 并且是RV的追击之势 两个残险 RV主格击破 Cherry跑得飞快 减速又挂到了 这时候还有夜来摇 露露可能会有点绝望 他在等下一套技能 Double kill 来自于RV的打野Cherry Cherry这第一把上来很C啊 跑到位了 跑到位了 5-0-1的战绩 WBG 其实刚才就从这开始 他们的战位是很散乱的 而且是 我觉得有点可惜的 下路的限量烧掉之后 而且整体上半战位 又是一个脱节的态势 奥恩那个羊还好没叫出来 叫出来那个战位 会被风筝更明显 这波感觉有兄弟想点子了 这波动一个有大的Berry 对吧 这个有点没想明白 然后就导致剩下的兄弟没跟上 然后前面俩哥们 把自己技能也都交完了 然后侠还没掉血 这波打完 对于WBG2A就只能等则利了 对 现在只能等则利的四件套吧 我觉得三件套都不够 镜头切回来 对于WBG2A已经是濒临城下 下落的高地肯定要绕 风墙已经交过了 奥拉夫开大往前走 但是奥拉夫现在砍人永远不太痛啊 自己可能要被秒 有一个 将冠军 好像能锁住一次血 奥恩仰来仰往 撞起两人 同时 二位的重心是放在另一侧的残血压锁身上 又是感人的一展 则利要被咬了 则利倒下之后 现在感觉 WBG没有任何的希望了 两路被迫 防守的压力非常大 997也被铁蓝拉了回来 下了一波Double Kill 在最后的水晶前伴随着夜蓝摇 二位要一波结束掉比赛了 那第一把比赛很轻松啊 凭借着Cherry的完美节奏 让我们恭喜RV 今天的首场的这个第一把比赛 我觉得他们打的气势还是非常好的 是的 我觉得看到这一幕的RV的粉丝 应该也能吃一颗定心丸吧 对 就这样的排列组合 好像是近期看下来笑